一室一厅,然后大开间,两室一厅,它目前有三个这种户型,房型,那根据朝向楼层的不同,房型的不同,房型不同就是面积不一样嘛,然后它这个价格也是不一样,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房,这个房进来之后呢,左手边是卫生间,就是,然后右手边呢,是这样的一个衣柜, 这个啊,这边,这个户型果然是大一些,这边还放了一个,这个餐桌,其实在一房一厅的那个位置上面,这个地方是放了一张床是吧,那这个把它换成一张床的话,就是相当于三个床,那边睡一个,这边睡一个,然后外边呢,还能再睡一个,这是这样的一个房型情况 这是客厅,电视机,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把这个门,这个门可能要 看一下这个房,这个是卧室,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窗外的外景,是吧,那边是房东,这是一个大床 隔壁呢,隔壁呢,还有一个房间,这两个都一样,这个呢,只不过是带个阳台,是吧,整个这个房型,这个面积比那个明显的要大多,是吧,那我们从这阳台看一下外边的景观啊,这个今天天气状况还是比较不错, 它这个是在本地居民的这个,就是村的边缘位置 就是村民的宅基地合作建起来的 它后边有一个小院,我们前边给大家拍了 这是放的有两张椅子,这个席机还没拆到,是吧 然后,它是边形 这是空调 你们俩都,这个比较熟了,开始拉家长了吗 虚位吧,交通吧,包括本地生活习惯吧 那个,哎,美女,这个是最大的户型,是吧 对,那这个,这个面积是多大的 67 67 对 67的话呢,它的价位是在 49.1 49.1 为什么你这个还都要带一个尾数,是吧 没有整数的吗 神父零的 六,六,六十几平 六,六十七平 那边最小的户型是多大的,是吧 二,二十六,二十六.7 那个是价格吗 最小的户型面积 35平是二楼,然后一楼的话是有一个30平,有31平的 有31和30的 最大的就是这个是67 对,最大的就是两百一千 那你这个,也就是说你这个项目里边 目前来说价位最低的是多少 价位最低是22万起 22万 对 22万的话面积是多大 30 31 31 那你30的那个是 是是是是 楼层不一样,朝向不一样 30平的那个是多少钱 30平那个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在这个22万 所以才能低一点 哈哈哈哈 因为它朝向在那边,它就可以看到那个 哦 延林 所以它那个价格 哦 那你 虽然在那里面是 就是 那 大家听明白了吗 朋友们这个就是我在我的专栏视频给大家讲解海南旅居包吃住公寓的一个行情的时候呢,给大家去说了就是呃这些公寓呀,你看区位和它的软硬件的这种条件配套程度 咱比如说 它的这个起价是 1000元一个月啊 就是现在咱说那个包持住的公寓那种情况 就是每增加一个 有利条件 它的价位呢就要上涨 它现在呢它这个项目呢也是 就是每增加 一个有利的这种因素 你比如说这边风景好是吧 这边看这个 这边有这个院落 那边呢是那种山景是吧 看蓝天白云就这种效果的话 它这个价位就不一样 也就是说朝鲜不一样面积不一样 楼层不一样视野 程度不一样它的这个价位就不一样 以上呢就是 给大家去拍了它的几个户型 这个 主要针对的也是 北方的这种旅居需求 也就是说你想自己做饭 你不想去吃那个大火饭 你可以选择到这样的一个 地方 其实他说的是这个项目呢是 呃就是 已经是出资建好了 然后现在呢再重新招募 这个合伙人 你可以签一个你长年居住的这种 呃租房的这种协议是吧 然后呢给他去 这个就是租住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权限 那你说我签30年 或者说是想要再长时间住的话 你就前60年 当然这个居住权 你在居住的期间 你也可以租赁给别人 就是这种情况吧 具体的话 大家如果要是想要详细的了解 可以给欢子留言 或者是私信欢子朋友们好吧 我们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下期视频再见朋友们 拜拜 拜拜